第五十届金像奖上张子怡获得影后 当她上台领奖时 刘德华打算把奖杯交给张曼玉 让张曼玉给张子怡颁奖 可张曼玉完全没有要接奖杯的意思 反而是慌忙白手连连后退 无奈之下 刘德华只好自己把奖杯颁给了她 好在以后不愧是影后 张子怡面对这种尴尬场面 依然能做到举手投足之间也不识优雅 领完奖后 外界对张曼玉和张子怡的关系议论纷纷 后来记者采访张曼玉 如何看待现在晚辈张子怡的表现 张曼玉的回答十分客观 表示自己无法评价张子怡 自己和张子怡一样年纪时 还不如张子怡聪明 认为不是一个年代 无法给予更多的意见 这番回答毫无破绽 不捧也不踩 那张曼玉和张子怡的关系 到底如何呢 2002年是张曼玉和张子怡的 第一次合作 所以我真的很想 能回到家人们的身边 回到姐姐们 英格兰的家人生活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我可以想穿我 任何想穿的东西 然后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 在张艺茅导演的英雄中 张曼玉是剑客飞雪 张子怡是女仆如月 很显然张曼玉为主 张子怡作配 可在成片中看 张子怡的戏份和生动饱满程度 完全碾压张曼玉 此次合作 便为她们的矛盾 买下了火种 后来两个人在 王家卫导演的2046 再次相遇 开机之前 张曼玉都以为自己是女一号 但怎么也没有想到 成片一出来 张曼玉却只有几个背影 取代她的是风情万种 大放光彩的张子怡 女一号张曼玉 也变成了特别出演 从此 她们的矛盾迎来升级 一季回忆录中 一季小百合 原本选定的是张曼玉 为什么被换成张子怡呢 有人说是曼玉主动辞演 有人说是张子怡暗箱操作 翘了张曼玉的墙角 记者采访时 一针见血地问到了这个问题 张曼玉只是冷笑医生说 我不想喂掉钱 出卖了我们的文化 语气中满是鄙夷 语不屑 不能接受 就是你过来 她叫 她没有很喜欢你 然后我已经马上走了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 很没有礼貌 去来approach我 如果你真的尊重我 真的喜欢我 你不会这样子 你那些只是想有那个照片 告诉你传过朋友 你看过我 可是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然后我也会觉得很生气 我给你利用 是不是 我也没有准备一下 你就啪拍了 我觉得 这个我不是动物园的 马龙 我不是 不是动物园的猴子 对啊 你不能说拍着拍 我是个人 我也让我准备好一些 好吗 或许是张曼玉 不喜欢攻击性太强的女人 也看不上张子怡的 不择手段 与急攻击力 在2018年的华表奖设定上 陈道明直接对张子怡当场处行 接下张子怡大排天后的魅杀 陈道明和张子怡作为颁奖嘉宾 只走个过场 但张子怡却得益于自己得过三次发表奖 你肯定会羡慕我的 我得过三次 随后就被陈道明拷完住了 陈道明问他 内地这三大奖有什么区别 张子怡直接哑口无言 本想门混过关 陈道明却丝毫不放过 只见张子怡弯腰又撒娇 最终由陈道明解释了 才缓解了尴尬 此事更被网友拿来嘲讽 拿三次华表奖 却不知华表奖何物 在演员的诞生中 作为导师的张子怡 出演了张曼玉的经典角色《青蛇》 从装发到神情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禁让网友想起了 两人当年的点点滴滴 这是挑战还是致敬 如今更多的可能是释然